今天是农历3月22 再过一天就是天上圣母妈祖诞成的日子 而在北海岸最大的妈祖庙金山慈户宫 为了要庆祝这个地方上的宗教大事 从昨天开始就举办一连三天的法会祈福活动 而庙方表示这次不只是在庙里面举办法会 眼前的李斗更是由1500位信众所供奉 又来一同庆祝妈祖的诞成 我们金包里慈户宫目前有205年的历史 所以每年的妈祖圣诞我们都非常盛大 有李斗法会 所以每年参加人士总共到1500斗左右 我们不止这样 我们还买了以前都是4万斤的白米 来帮妈祖注射 注射完了之后 兼献给万金石山区的中低收入户 祠户宫在每年的妈祖诞成 都会举办盛大的庆祝法会 此外还会准备上千斤的平安米来供奉 借此还会将这些平安米发送给弱势民众 而对于在其他地区的妈祖诞成 这一天都会举办绕镜活动 妙方则说这里的绕镜活动 都是在农历的4月16 配合妈祖回娘家的活动来进行 我们一般的妈祖绕镜都是3月23号这天 但是我们持户宫非常不一样 因为我们澳妈是从野柳这边回来的 野柳那边是在海岸 海岸有一个潮汐的问题 是每年的16号 就是那些老水响大 最干 所以那个妈祖洞才会浮现出来 信仲很自动自发的参加 护送妈祖回娘家 回到野柳这个洞 就是16号那边潮汐最干的时候 妈祖洞才会浮现出来 这是我们叫海岸川崎 这两天在金山慈户宫 不仅是能够看到盛大的摆设 还有许多的信众前往参拜 对于这一年一度的妈祖大盛事 不只是要庆祝 这个已经200多年历史的慈户宫妈祖生日 更是希望能够保佑在地居民的平安 记者许端一金山采访报道